現在是早上的9點零十分 今天開始要很productive 因為我又回到BK的公司了 所以我和離職的朋友 首先為了要有一個美好的開始 我們來吃一個麥當勞的早餐 幸好碰到我們的台灣小姐姐 幫我拍卡 來,你卡給我 Mizumi Mizumi 美濟 差不多12點半了 我們本來訂了飯 然後我組長說要請我們吃飯 所以現在就去吃麻辣湯 這裡是新鮮的林蔭大道 我們去吃飯 我們來了吃麻辣湯 吃什麼啊朋友 好嗎要多一串 我一定要是每個人 自己吃自己 我也要是 現在1點半 其實我們是要回去工作的 但他說要請我們喝咖啡 所以我們又可以再拿下樓灘 哇他來了帶我們來這間咖啡 好 拿了咖啡 GO GO 繼續做事 加油 不知道人也有 又在這裡 又要去聚會 沒見一個月喝完最盡的咖啡 來準備吧 哇小姐你會拿多少 不會啊兩個 好 謝謝 你說 這間店 可以做這個店 可以做嗎 我可以做這個店 第一天上班果然是要OT 現在要6點43分 我本身是6點半下班 好累啊 我要他送給我 幹什麼 我終於完成了忙碌的一日就回到家 最後其實是想總結一下 因為我看到留言也有很多人問我 想知道其實組長有欺凌惡 其實呢 因為他也是一個比較性格特別的人 我也不想拿一個很極的個案 去說 因為都很長片 因為四個月裡面都有不少的事情發生 大概的觸發點就是 因為他的性格問題 還有嚴慕處理能力的問題 令到 我呢 是有三至四個人走的 在同一團隊裡面 因為在短時間之內有這麼多人走 令到人事部也對他作出調查 也搜集了很多證據 令到他引咎辭職 其實我休息了兩個星期左右的期間 也都外面有兩間公司 叫我去面試 但是因為我自己 都在想著 其實如果去回差不多的職場 都是文職 都是類似這樣的圈子的話 基本上的氣氛都會差不多 所以我跟家人和朋友商量了之後 其實我也想著自己先休息一下 先找回自己的方向 所以呢 我就拒絕了外面的邀請 本身也是想著 算了 我還是不會再在韓國裡回這些文職 誰知道 本身提議我去 一部勞工處的組長呢 他現在就管合了我們這一隊 所以他就想找我回去 就聯絡了我 他跟人事部也承諾了說 不會再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就想我們回去幫忙 所以我也考慮了一個多星期之後 就決定了跟我一起走的朋友 回到這間公司做 今天就是我們剛剛第一天回去 所以我覺得這一天很特別 所以我就想記錄一下 今天回到去特別不同的 就是整個氣氛不同了 首先 跟著 本身以前一起工作的朋友 都很歡迎我們 其實都很禍心的 真的很想不到 原來一個人的氛圍 會影響到整個海外營業部的氣氛 都會變得不好 那現在一個組長 他變成室長 管轄了所有 這間公司海外的所有國家 氣氛是非常之好 雖然我們要做的事情非常之多 但是我們相處得很融合 也都看得很開心 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會有一些吃力不吐好的感覺 但是現在就不是的 反而這個組長就叫我們 要工作生活平衡 你拿那麼多工資 你就做那麼多就好了 不要再給自己壓力 有什麼就拿出來說 所以我覺得一個人的領導能力 以及實務能力 都真的非常之重要 很明顯是因為之前那個組長沒有這個能力 令到所有人都很辛苦 那現在回來 我也覺得是自己另一個學習的機會 現在2021年剩下兩個月 希望我再回來這間公司的選擇 是做得對的 也都希望剩下的這兩個月 會繼續不斷開心 然後下年也都繼續學習 繼續就不好了 希望大家都會一起和我一起進步 我也都希望繼續給大家一點點歡樂 那多謝大家看了一個 又是這麼悶的上班vlog 希望你們都會覺得特別 同樣 這條片就來到這裏了 下條片再見 拜拜 白日 支持 頂到 下條片 下條片 頂到 一頁